你急匆匆的打电话回来叫我回来干嘛呢 没事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怎么整天那么多事啊 又怎么了嘛 我爸那个又那个 那伤又复发了 什么伤啊 嗯 那个手啊什么伤 那个手复发了 那就去包张一下就行了嘛 对不对 上次你不是说骨折了 那这个东西是吧不是好了吗 怎么又复发了吗 你转点 转个5000块钱过去给他 转5000块钱过去干嘛 给他看一下 那这个东西是吧 什么情况嘛 现在是怎么复发了 又有什么结果嘛 对不对 那问你话 没什么结果 你就转点钱过去给他就行了 其他的人就不要问那么多 好吧 你起码转点钱过去给他看下病 你就问东问西问东干什么啊 你是不是要跑回问底啊 打破啥多问到底啊 现在就叫我直接转钱 我情况我都不许问一下 嗯 你知道有怎么样的跟你什么关系吗 这个东西转点钱也能得了是吧 再怎么说也是你曾经的老丈人啊 对不对 你的消息也没进到几分呢 对吧 你现在是吧 在你转个钱我就给他 我现在呢 我是呃 我不方便过去了 对不对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吧 哎呀 做这么远的车也不好 是吧 所以我就不去了嘛 就转个钱给他就得了嘛 让他去买点营养品啊 或是看上这个手啊 是吧啊 最好是把他一次性给他治好 但是最好的 不能等他复发 这样子就不好 对不对 哎呀你真的是你这个人 但再说了 我情况也不知道呢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情况也不许我问 一上了就直接叫我给钱 我不是说了吗 那个什么是吧 你不能不干什么来讲 反正是我爸受伤 也不是你爸受伤 你不能不干什么 你给钱就行了 我还纳闷了 是吧 怎么你们那边就有那么多的事情呢 不是你哥是吧 还贷还不了 就是你妈先生你不舒服 现在又到你爸旧山复发了 为什么我这边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呢 我就奇怪了 对不对 你那边肯定啊 你这边是吧 又有征地款拿着 开心的不得了 怎么会受伤呢 怎么会 没钱呢 怎么会拼命想干活呢 怎么会是吧 哪像我那边 我那边得拼命干活呀 是吧 不干活怎么有钱啊 没钱怎么生活呀 我爸在家不用干活啊 你爸干活啊 那全是瞎干 知道不啊 有那么多地款呢 非得搞那种什么 一毛三分地高 那是白搞着 还不不搞 装个谁看的装模样子 哎呦 你的意思是说 我爸是吧 整天啊装果树干嘛的 是在那里装模作样 嗯 你爸是吧 去干活就是挣钱什么的 那挣钱就像你说的 也没见证了多少钱啊 对不对 哎呦我爸这多钱关你什么事啊 你知道吗 那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你爸妈这多钱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更不知道了 所以说呢 人家老人家挣什么钱 那是他们的钱 他们挣了钱以后养老也好 怎么都好 我们做儿女的无从过问 知道不过这东西 我不是要过问 我现在不是要你拿个五千块钱出来 给我爸是吧 你怎么那么多意见呢 哎呦我真的是被你逗笑了好吧 我怎么那么多意见 小几月 你说话你能不能凭良心 我怎么没凭良心 我问一下情况 你不许我过问 好我不问了是吧 我说是吧 为什么要转那么多钱 行 你又说管我什么事 你转就行了 对不对 那你说服我 你又不让我管 又说管我什么事 那为什么一到出钱的时候 就管我的事了 对吧 那这个事情 那你哥干嘛去了 我都说了 我爸儿子扔伤复发了 那手是吧 就复发了 是这么简单 你还跑个问题 还问哪个手受伤呢 伤得怎么样呢 他要给我看一下 你是不是都要这样子 那你起码的是吧 你受伤了 你去医院去看一下 对不对 我看什么呀 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 我是说让他去看一下 不是说让你去看他一下 让他去看一下的手臂 是什么情况 你要钱不 要钱呀 对呀 那要钱先去看了不行吗 不看了这么多些 肯定要看直接吃 看了直接吃的呀 难道到时候再回来跟你商量 现在就等着我这个钱给他去看 我这个钱不转的话 他就看不了 快点 快点 一开口就要5000块钱 你当我是开银行的 你搞清楚啊 当初那个什么那上面写的啊 我再有任何事 你无头巾帮助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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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